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彩带舞等创意表演 展现在地风土民情和健康活力的一面 很累也很爽 累是一遍过一遍 演到一场比例 这爽就是中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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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到全国比赛还中华中华 这样爽 辛苦总算有获得回报 到现在第一次去表演这么棒的 实际上很高兴 真的 要感谢我们的老师柯美丽 要感谢朱老师 感谢社会寺给我们的机会 感谢这么多人给我们鼓勵 所以我们今天这些表演这么赞到 一年一年记忆了一直败虞 所以本来年五分间 明年要十分间 后年要十五分 所以说一年一年都要跟时间赛跑来学习 要用很多时间和很多心血 所以说这是我们家人要很有耐心的 也发育他们都没有人数 因为我们年纪比较多 可能我们的资讯会比较强 所以我们在说的时候 他们可以接受 这就跟孩子们不一樣 所以我感觉有好家的地方 也有派家的地方 这是说我们的城市 乡一个老人会 算得很高 他们的荣誉心很强 所以每一边我们在比赛什么 他们的付出都是比 任何一个社区 更加用心 更加认真 时间也花得多 县西乡老人会用心办理 丰富的课程 充实乡内长辈的生活 阿公阿嬷们跳起舞 充满活力 一点都不输年轻人 在老师指导下 一路过关斩将 一直拼到全国银牌的好成绩 辛苦练习有了代价 团员们都感到十分开心 指导老师柯美丽表示 教老人跳舞很辛苦 但是团员都很团结 再怎么艰苦也不缺席练习 明年更有信心拼金牌 公益频道张华允 线西采访报道